下午我请假,一个人在宿舍休息,突然被手机急促的消息提示音惊醒,还没来得及读消息,宿舍的门就被人用力拍打着,伴随着诡异尖锐的吼叫,像是精神病患或野兽在撞门。 我想到,最近A是报道了几起情节严重的杀人案,心脏立马提到了嗓子眼,门外的人拍门没有得到回应,很快就安静下来。 我拿着桌上的剪刀慢慢走向门,短暂的安静过后,宿舍门再次响起一道猛烈的撞击声。 撞击无果后,门外的人开口了,209宿舍,我是宿管阿姨,要检查宿舍为禁品,开门。 确实是宿管阿姨的声音,可宿管阿姨绝不可能这样撞门。 门外的人叫了两声后,见没有人回答,似乎慢慢离开了。 我打开手机,看到学校群里有上百条的信息。 我粗看了一下,好像是某种传染病爆发,很多学生变得血腥暴力。 病毒?高智商咬人怪物。 一阵咀嚼声引起了我的注意,我走到阳台窗户边悄悄朝外看去,只见几个人聚在一起啃咬着什么。 仔细一看,居然是个人,而且那个人我还认识,是跟我一起上选修高数的一个女孩。 我吓得叫出了声,我下意识地缩回了身体,心脏狂跳,生怕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 忽然,我的手机又传来轻微的震动。 居然是教导主任群发的一条短信。 所有还存活的同学,现在告诉我你们的位置,我已经联系了市局警卫队来营救你们。 外面你们昔日的同学已经不再是人,他们是一群只有杀戮本能的丧尸。 这群丧尸恶种极其危险,因此,所有同学不可以自行逃离所处区域,请等待我的救援。 我正准备回复他自己的位置,突然手艺将一种恐怖感在心底油然而生。 保留了智商的丧尸,那意味着丧尸可能也会发消息。 教导主任现在如此急于让幸存者暴露位置,就很可疑。 我放下手机,将宿舍打量了一番。 不能光躲在这个宿舍,什么也不做。 那群人既然留有智商,就一定会到宿舍里抓幸存者。 我拿出背包,开始搜集能用的物资。 一包牛肉干,几包咖啡粉,水壶,一把剪刀,一个手电筒,两个充电宝,一个火机和一个小医药箱。 看着门口的血迹,我突然陷入了深思。 宿管阿姨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但也不至于用自己的身体撞门。 她有整栋楼的钥匙却没有使用,却又会开口伪装成正常人说话。 教导主任如果也是感染者,那知道用短信引诱幸存者就聪明多了。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,这些感染者应该在智力上也是有区别。 我只能默默祈祷门外大部分的丧尸都跟电影里演的一样,只会嗷嗷傻叫着追人。 手机再次传来几声轻微的震动,在死寂的气氛中令人不寒而栗。 是教导主任发来的信息,见到这条短信,我眼底一沉。 恐怕已经有不少人暴露了自己的位置,外面很快开始喧闹起来。 我在窗口向外看,清楚地看见教导主任惨白的脸上带着极为兴奋的表情, 快步进入宿舍楼的大门,身后还跟着几只丧失恶种。 由于一些人主动暴露了自己的位置,这群恶种目标明确, 很快一阵阵破门声和彩雕声传来,声音离我越来越近。 我紧张地再次打量宿舍,想找个武器做殊死一搏。 看着墙边的家长插线板上亮着的红光,再回头看看门口的血迹。 我突然有了主意,关闭电源后,我用手工剪将电线剪断,将断掉的一端丢进地上的血迹里。 然后,守着墙上插口的开关蹲着。 脚步声停在了门外,我能感觉到教导主任就站在门前,我的心跳如打雷垂鼓。 让我看看,二楼宿舍里需要救援的分别是202,203,205,208,嘿嘿嘿嘿。 我听见钥匙的声音,看来这些丧失恶种确实在智商上有很大的区别。 起码教导主任知道使用钥匙,这意味着紧锁的宿舍不再安全。 隔壁208的门被打开了,我听见隔壁宿舍长孙雪一声惊呼。 银下,你跟教导主任来救我了,我好害怕。 紧接着的却是一声惨叫,然后是一连串的惨叫声响起。 我吓得瑟瑟发抖,庆幸自己没有暴露位置。 很快惨叫声都停止了,隐约中我似乎听见了孙雪的声音。 我好饿。 声音中带着极端的渴望,看来他也成了他们的一员。 教导主任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,优先寻找已经暴露了的宿舍。 听到脚步声和惨叫声越来越远,我松了一口气。 却也知道无论是从食物还是安全的角度都需要尽快离开宿舍。 我去你的。 是213宿舍的宿舍长赵胜南。 赵胜南是一位身材极其魁梧的女孩,家里开武馆非常擅长打架。 我悄悄走到窗前朝着那边看去,打开门的赵主任走在最前面,迎面就被赵胜南用椅子狠狠砸倒在地上。 面对着庞然大物又手持武器的赵胜南,跟随着的几只中级低级恶种都有些猛。 之前遇到的人除了惨叫,几乎没有任何反抗。 现在大家赤手空拳,面对这个手拿椅子又强壮的女人几乎没办法进身。 可是,随着教导主任和刚被打倒的几个恶种再次站起来,形势瞬间就改变了。 这些恶种即使头变得鲜血淋漓,脖子的骨头断了,依旧会爬起来,更加疯狂地朝着赵胜南扑过去。 赵胜南反击的幅度一下比一下小,眼底的绝望和无助一次比一次深。 我轻轻拉开宿舍门,探出身子脑袋查看情况,眼前的楼道宛如血河,附近的恶种全被赵胜南吸引了过去,现在是逃跑的最好时机。 看看赵胜南,又看看出口,死到有不死频道,胜南,我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。 我握紧双拳,却怎么都抬不起逃跑的脚。 我再次回到宿舍,找了双高筒的橡胶雨鞋穿上,打开电源开关后,又找了双肠块,夹住电线。 我走出宿舍门,站在楼道的血河的中心,眼睛盯着距离十来明远,堵满了楼道的恶种。 大声朝赵胜南喊了一句,赵胜南,回房间。 所有恶种齐刷刷地回头看向我。 赵胜南绝望的脸上,也露出极难以置信的神色。 他很快回过神,会回宿舍,死死抵住了门。 整整一个楼道的恶种,如潮水一般,朝着我的方向涌来。 我快速看了一眼地面流淌的鲜血,咬紧牙关,将手中的电线,扔进了脚下的血河中。 事到如今,只能相信我在坎多多买的雨鞋,写得绝对隔缘,不是虚假宣传了。 电光在一瞬间,以我脚下为中心,向四周蔓延。 我闭上眼,已经准备好去见自己那因为喝酒掉猪圈,而被猪拱死的父亲了。 小天。 我睁开眼,眼前的所有丧失变种都在血泊中抽搐着。 我看见赵盛楠也背着一个包,小心避开血泊站在门口。 谢谢你救我,我们一起逃出去。 赵盛楠眼底充满崇敬与感激。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盛楠,他举起血淋漓的胳膊给我看。 我没事,都是他们的血。 我松了口气,快走,这种程度的电流不一定能杀死他们,等他们缓过来了就走不了了。 我和赵盛楠一起捏手捏脚的下楼,心情还是很紧张。 虽然宿舍楼里大部分丧失恶种都被吸引到了楼上,但谁也不知道一楼还有没有。 来到楼梯拐角,我悄悄探出头查看一楼走廊的情况。 一下就上了一对空洞洞的眼眶,近在直尺,直勾勾地对着我的方向。 浓浓的血腥味直冲我的鼻腔。